这是全网最先觉醒的复仇者白糖 他们本来有千千万万个幸福温馨的小家 但就在刚刚一只铁铲残忍地破坏了这一切 短短几秒不仅让白糖们家破人亡 更是把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给长得千疮百孔买是断笔残缘 活下来的白糖们悲愤欲绝 他们想报仇 可是这个难度之大 堪比高考数学倒数第二道大题 毕竟就他们这小针盘 连虫子都能轻易拿捏 但小红金想到了一个人 他就是黑白两道通知的 全国一流造型师老吐司 于是他们当即果断出发 有小红金领头 熊喵喵气昂的 喊着口号奔向美容院 但这一路上危急重重 尽管他们很遵守交通规则 但斑马线上无处不在的大脚 还让他们瞬间就损失了一半的同志 不用着急挨荡 因为后面要做的白事更多 飞车而过的汽车见你的水花 将三分之一的同志融成糖水 等走到店门口 路过的香肠狗 没事找出的一个臭屁 又轰飞了不少白糖 到最后 白糖们只剩下了两三成的人数 苟延残喘 但好歹没有倒在胜利的李宁前 老吐司他们终究还是见到了 由于声音太小无法沟通 白糖们齐心协力 摆成了剪刀的形状 这样老吐司初步明白了他们的来意 但糖这么小 那造型该从何整起呢 面对金钱的巨大诱惑 直到白糖们想变大 老吐司灵光一闪 从内屋拿来一个透明大手套 他把白糖们咬进去 将手套装满 接着对各个环节都进行了仔细的定型 最后在脸上画上五官 一代白糖战士就闪亮登场了 白糖们欢呼雀跃 报复面包的大事业 看来已经唾手可得了 他们开心的蹦跋着 结果在剧烈的运动之下 手套居然当场就破了 见到手套方案不行 老吐司顶着怀疑的目光 又拿来一个炉子 他把白糖用大勺子摇起来 而后放火上煮成糖浆 经过搅拌后 平布在托盘上 再用模具做出糖饼造型 最后拿签字敲出来就行 在老吐司鬼斧神功的手艺之下 糖饼新鲜出炉 于是他没开而渡的 再次激动的蹦了起来 然后又又又把腿给蹦了断了 这一下白糖们都无限开衣 觉得翻身无望了 但老吐司接着个脑瓜子不见号 只见他要从内屋 推出来一个棉花糖机器 然后把白糖们全部放进去 做成了一个超大的棉花糖 这一点子 简直是飞机上点灯 高明啊 棉花糖一脸的大树震撼 准备抱着老吐司 好好地感谢他一下 谁知下一秒 他突然瞅到老吐司桌上的糖罐 里面的建筑 赫然就是他们之前被铲走的首都 棉花糖当场暴怒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于是他摩旋擦掌地准备上前 让老吐司知道 花儿为什么那样红 老吐司四十好几的身体 从未如此轻盈 用六星不认的走位 跟棉花糖进行极限的拉扯 只见棉花糖铁拳落下 老吐司本以为自己会当场激激 谁知感受到一阵像按摩一样的力度 原来棉花糖终究是棉花糖 外形再隐悍 可里头没有内涵呢